大家好 我是小屁 台服天堂M大改版雙近戰逆襲legacy終於公告啦 那現在是可以預約登錄 然後什麼時候改版它這邊是寫coming soon 所以說還不確定到底是不是網傳的6月15號 那我們點進去預約登錄之後 它其實一般經典伺服器以及重生伺服器都各有兩個選擇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一般經典伺服器第一個選擇 則是可以獲得最高級變身娃娃11抽 技能33抽 符石 50罐純白 10罐龍之聖水 以及50個偉大的幸運方塊 幸運方塊打開會隨機獲得這些東西 那因為它有50個所以說你可以開50次 沒記錯的話它是有半天的CD時間這樣子 接下來一般經典伺服器的另外一個選擇 則是你可以獲得一個偉大的勇士臂甲 那這個偉大的勇士臂甲是只能夠騎士跟黑妖開箱的時候獲得喔 那這個臂甲的部分它是物防-3 禁傷命中加1 HP加50 有機會會發動偉大的這個勇士之魂 在韓府偉大的勇士之魂就是範圍技能 然後偉大的武器箱跟偉大的防具箱 偉大的武器箱就是加9藍武 偉大的防具箱則是加7五關或神關 接著還有偉大的成長方塊 偉大的成長方塊 它就是依照你等級到達一定的程度會給你這些東西 有通貫券啊 成長藥水 那這個成長藥水就是700%嘛 15天的戰捲或是龍珠福石 11抽技能卡還有純白 那第二個選擇也有偉大的幸運方塊50個 那內容物的話就跟剛剛第一個選擇是一樣 我就不再拉下來看了 那加3耳環2個加3戒指2個加3印章2個還有龍之聖水10罐 然後重生伺服器的話第一個選擇 11抽神秘變身跟11抽神秘娃娃還有33抽技能 符石1顆25罐純白10罐龍水跟50個偉大的幸運方塊重生 那這個偉大的幸運方塊重生跟一般經典伺服器的是不一樣的喔 大家要看清楚他有一些東西是不一樣比如說住五住房這些的 當然這也都是機率獲得啦 然後第二個選項一樣有偉大的勇士臂甲 然後偉大的武器箱跟偉大的防具箱 但是偉大的武器箱變成加7藍武 然後偉大的防具箱則是加5這些白綠色的裝備 然後也有這個偉大的成長方塊 這個就跟剛剛一般經典伺服器一樣 然後還有偉大的幸運方塊 這個就跟剛剛重生的第一個選擇的東西是一樣 然後加3耳環2個 加3戒指2個 加3印章2個 跟龍之聖水10個 所以說這個就很簡單啦 你今天如果想要練新角色的話就是選第二個 不管你是哪個伺服器 如果沒有要練新角色的話就是選第一個 記得要預約登錄喔 那小屁也會將預約登錄的網址附在下方留言處 大家記得去預約登錄 接下來就是騎士跟妖精的介紹啦 這個我們都做過蠻多的介紹的 我也會將影片放在下方的留言處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簡單講一下 騎士的部分 有新增的這個昏迷充能 也就是說你集氣的情況下 充暈機率會更高 然後傷害也會更強 然後反擊屏障變超強的 你如果是一接直反的話 你發動的時候會有機會 會回血 然後你如果是二接直反的話 則是迴避率會再提升 如果玩家跟怪物沒有打到你的話 也是有機率觸發反頻 而且而且他的反擊也有機會會爆擊 然後進化的部分 則是三階段都有不一樣的防禦buff 那第三階段則是還有追加專用的被動效果 接下來黑妖的部分喔 他暗影躲藏這招暗影術終於出來了 但持續時間內他會耗磨喔 然後就是毒性精通命運這一招 這一招是新的紅技 那這一招算是招牌技能啦 那也是可以讓黑妖打怪的時候更舒服一點 除了持續傷害增加以外 那也可以範圍讓怪物中毒 那範圍怪物中毒的情況下 你的減傷也會增加 然後接著就是暗影衝刺命運 這招是指技可以瞬移到背後 對方背後 然後有機會讓人家不能回家 並且進去暴擊提升 那這一次也是有開放了騎士跟黑妖的轉職 所以要轉職的各位要好好把握喔 那Gamma Coupon的部分 終於有講到說有特殊變身娃娃合成啊 也就是說變身娃娃TJ啊 然後也不是說二選一 就是兩張都給你 那他都寫特殊的 所以說也是自選 只不過擷取區間是何時 那什麼時候開放 目前還不知道 接著就是比較大型的更動啦 比如說個人交易 技術等以上的角色 然後可以交易 英雄以上的裝備技能 然後以及製作秘籍那些的 然後交易的雙方都需要花費 那個手續費 韓服的話是兩個都各 兩方都是各100賺啦 台服就還不知道 最後就是地獄系統的部分啦 你如果今天PK的人太多 你就會被送進地獄 地獄就是耗時間 你不能打寶也不能練功 你是可以靠平常在打怪的時候 消除你的PK點數的 所以這個地獄系統對台服來講的話 應該是倒還好 因為通常會那種殺人殺很多人 你清怪速度應該也是蠻快的 然後你打的怪物越強的話 你也可以消耗越多的這個PK點數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台服天堂M 雙近戰逆襲的更新介紹啦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新的消息問題情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P 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我是小P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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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請記得訂閱小PK點數